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有的时候碰巧了 几件事都在同一天要做 那你该怎么办 有一天我要去验血 然后我要去看门诊 再完了以后我要修我的助听器 耳朵的助听器 再完了到下午我要到另外一个医院去看门诊 晚上孩子们要请我们吃饭 哪一页都不能少 孩子好久不见了 下午要看门诊 要带那个24小时的心脏的追踪器 上午验血是为了下个礼拜看另外一位医师 看门诊 上午也是为了另外一件事情 所以人老了会生病 老了有时候也会很忙 在很忙 在很忙的情况之下 你最好用一种悠闲的心情 哎呀 真有意思 你看看 今天上午先去验血 然后看门诊 然后看门诊 然后再转到另外一个地方 去检查我的助听器 再吃饭 再下午再赶到另外一个医院 再去看医师 可能还要带那个追踪器 心脏的追踪器 再完了之后 今天晚上好高兴 孩子们请我们吃饭 各位 你说说哪件可以少 你说 真的是把孩子们跟我们吃饭少了吗 把他断了 就说不行啊 太累了 错了 因为你有休闲的心情 你自己的感觉上也不累 因为这样子 所以你的感觉上 在任何的一个情况之下 用悠闲的心情去慢慢地看 各位 当你遇到了这种情况的时候 不要忘了 休闲的心情 过繁忙的生活 上帝赐福你